你真的来了 我想你 你送手 不是这样的 她是我男朋友 你告诉 但你是我男朋友 我们没有分手 你告诉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到底哪做错了 你告诉我 你冷静一下好不好 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怎么不说话 怎么不说话呢 我们已经分手一个月了 我交不交女朋友 不关你的事了 你瘦了 瘦不瘦 不关你的事 我们俩今天很幸福 不是这样 那你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 我们俩已经不可能了 你知道吗 来 又请 你平复一下心情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贝德 然后在我旁边的这位 是我的女朋友珊珊 主持人好 我是珊珊 佩德 离开王子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一开始我们俩的感情 还是处理得不错的 然后直到双方家长见面 他的爸妈就不太看得上我爸妈 有点瞧不起 即使是这样 我也没有放弃 因为王子之前的 对我爸妈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然后直到我第一次的 跟他提分手的时候吧 然后他在我家楼下 守了两天两夜 绝食 最后闹得民警都去我家敲门去 然后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破忧耐嘛 然后就跟他继续又和好了 然后直到第二次吧 下了班呢 我刚一回家 然后就看他从包里拿出一把折叠刀 就架在脖子上 王梅德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行不行 就要自杀 他这个行为有点太极端了 当时有点都吓得我爸妈了 然后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去夺那把刀 然后我就把刀夺过来了 但是我也摔在地上 而且还不小心被他划伤了 这 然后 我是真 梅德他都闹到我父母面前了 然后我还是就 又跟他和好 但是我从这次事件以后 我就已经不想和他在一起了 然后直到 第三次吧 他在他家里给我打电话 你还有完没完啊 他很凶的告诉我 说如果半个小时内 不到他家的话 他就开始要自焚 你觉得这个女孩 为什么会做出一些 这么极端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 他从小也可能 父母 离异嘛 然后可能感受不到关爱 其实我真的 我也不想伤害他 我也希望大家帮他 然后能让他以后 不要做那么极端的事情 能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也希望他 能死心 因为我已经现在有女朋友了 是 我们俩 太爱你了 我们俩刚好不久 他们分手之后 我们才在一起的 早上我七点半准时 在他家楼下 那八点他准时出门 中午正常 正常从公司出来吃饭 晚上正常回家 等他家灯溪了 我才会回家 他们现在不代表 我不存在啊 有一回怎么的 现在短信这么发达 威胁 视频 都可以 对嘛 他工作忙 有一回 我们俩在那个咖啡厅里面喝咖啡 那是你叫我去的 就这样 那是因为你无限的 忠诚 我实在受不了 我想 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女朋友 那好啊 你让我看见吧 你令人他去我家楼下吗 你何必叫我呢 何必呢 我见到他才知道王子的事 他单身体特别不管掉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你告诉我 你明明知道我跟他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抢男朋友 我没有抢你男朋友 那你现在在干嘛 你们已经分手了 我俩才在一起的 好啊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 你说嘛 开价嘛 狂贝在一起 要不爱你了 主持人 我们俩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希望王子以后 不要再打磨我俩的生活了 我刚才说的都说了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他再这样闹下去 我俩绝对离开这种城市 你说不下去了吧 在这种 没有 能不无力起闹吗 但这样真没法谈了 其实我已经把话都说干净了 他表白我根本就不介绍 我今儿也不是来表白的 他要爱我的话 他不可能做出那么极端的事情 在我父亲面前 你不是因为爱你 我干嘛那么做 如果你不逼着我分手 我会那么做吗 王贝德 我说没必要跟你多说 你别走 你回来 你回来 王贝德 你跟我回来 王贝德 你不能走 找出你回来 你回来让大家看清楚啊 住手什么 住手什么 为什么住手 为什么让我住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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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你知道他生日是几年几年几号吗 还没问 不知道生日年约 生日25号 好 我再想请问一下 你们俩刚好 你知道王贝德爱是 五好 你别再看 Lords 你为什么会能置疑 你不能带谁 以后 宝贝德爱是 你该怎么做的 我留言 带谁 你不能带谁 我爱门 你还是つ你的 你不能带谁 带谁 别再起来 你 你 好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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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摆脱他 不想让他在纠缠我 你摆脱他 你还要不要点自尊呢 你是人 你是个男子汉 你是个男人 你为了摆脱了他 你就随便跟 另外一个女人 做出任何亲密的行为吗 太不自重了 我刚开始 我还真以为他们是呢 我说我出了两个出对 你刺激他 刺激他不能伤害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找到真爱的 既然他不爱你 你就放手吧 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王贝德 你呢 你把人家扯进来 你是不是要向别人道歉 对不起 没事 没当过 来 请回 家庭富裕 却缺乏父母关爱的王子 对男友王贝德依恋深重 可是 王贝德却无法接受拥有激进疯狂的爱恋 多次分手未过 王贝德找来一个朋友冒充女朋友 希望能让王子彻底死心 无论王贝德初衷如何 我们都希望他在尊重自己的同时 也能尊重与王子两年的感情 即使爱不赞 也不应该互相伤害 王子除了刚才的那些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 客观的评价 王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他就没有一点对你的好吗 他确实有 但是他对我的好 有点方式和方法是不对的 王贝德 我怎么对你不好 你告诉我 你说清楚吗 你想让我怎样 你说明白啊 不是 我求你 行吗 别再纠缠我 行吗 你让我去工作 我去嘛 王子 你现在别急着去盯着他 这个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你现在所需要的是进行一系列的心理方面的辅导和咨询 可以用一种他能够适应和喜欢的方式和他相处了 他就会更喜欢你 就不会离开你了 可是他不愿意 那是你没有改变 等你改变了 他就会喜欢你 他可能会主动的来找你 你现在拼命的想去抓住他 反而他会被你吓跑 他很难改 是很难 但是